存款保险条例施行细则 修正日期 民国101年1月19日 MP3录制者 露天拍卖 Aaron 7986 第一条 本细则依存款保险条例 以下简称本条例 第51条规定定定之 第二条 中央存款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存保公司 之会计年度 以政府会计年度未准 第三条 本条例第七条 第二项所称逐年 指本条例中华民国96年1月18日 修正施行前 提存保险赔款特别准备 金所属之政府会计年度 第四条 金融机构 以本条例第十一条 第一项规定 与存保公司签订之 书面存款保险契约 应记在下列事项 1. 契约当事人 2. 存款保险标的 及不保存款项目 3. 存款保险费之计算 申报及缴纳 4. 存款保险事实之标示 5. 要保机构应配合之义务 6. 存保公司的 对要保机构办理查核之事项 7. 契约之变更及终止是由 8. 理赔后代位权之取得 及要保机构停业之清理 9. 争议之解决方式 10. 契约未约定事项 之适用及法令修正之处理 11. 其他法律及主管机关规定 应记在之事项 第五条 本条例第十二条 第一项锁定中华民国境内之存款 其非属新台币者 于计算存款保险费基数时 以计算基准日要保机构结账汇率 则算为新台币后计算之 信用不知农会 于会及全国农业金库之存款 不包括该等机构将其 以办理性托业务所取得之资金 存放于本机构或其他要保机构作为存款者 第五之一条 本条例第十三条 第一项所称每一存款人 只以下列各款名义持有或开立存款者 1. 自然人 2. 法人 3. 独资商号 4. 合伙商号 5. 被继承人 6. 破产或清算财团 7. 非法人之团体或组织 8. 各级政府机关或其附属机构 9. 信托财产 10. 要保机构所发行每张电子票证支持卡人 前项第一款至第八款及第十款规定之每一存款人 与同一要保机构之存款 应合并归户 存款人分之机构之存款 应与其总机构之存款合并归户 第一项第九款情形 应按每一存款账户分别归户 但属于同一信托财产在同一要保机构之存款 应合并归户 第五之两条 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三项所称员工退休金存款专户 指机关、事业单位或团体为其员工于要保机构开立之员工退休金存款专户或与退休金存款性值相当之退值金、离职金存款专户、前项之员工退休金存款专户 包括药保机构与本机构